大家好 現在是2021年3月31日 你看到今天報紙的時候 剛才都剛剛曝光了 有一間功夫點心店在新浦江這裡 成功了7000多萬 但你覺得仔細就是翠華發跡地的旁邊 這間是景福街 麥KIKI對面 轉右就是崇寧街 好 在這裡已經看到前面的功夫點心 樓上是一間老人院來的 就是這個叫大單邊位 對著公園仔 不過前面有欄杆就攔住了 翠華的位置在前面 燈口位 那個位置比較黃 但這位置也不會開的 正確地址 崇寧街 65-89號 崇寧大廈 地下10和11號鋪 功夫點心這個組很大間 上面積大概2200尺 成交了74200萬 很大間 真是很大間 現在講下午 早上11點03分 就講星期四 應該是星期三 好 在這個位置 這裡面的巷仔位 這裡是功夫點心 大家可以淘汰所有東西 看到了 對面就是公廁位 這個公廁位 經常都去 對面一辣的時候 招門策略是沽出來的 但他調價兩億左右 一辣是五間店舖 前陣子就傳出來 有一間的點心店賣了6000多萬 但就有一個流料來的 招門策略就放映了 就講的是這個 功夫點心 看看整棟大廈 這裡的時候 旁邊在翠華的時候 一直在走著跟你說 這個是功夫點心 大間都大間了 陶姐你全部都看到 我心都很深刻 上面值2200隻 旁邊翠華的時候 上年3月份曾經成交過 是6200萬 但翠華撿了 我可能沒有做過了 一翠華發跡是這裡的 新武國家最近都很多成交 變成了很多大件 前陣子有個比較貼心 突然連接了兩件 沒辦法 但這個時代冰室曾經是翠華來的 比較聚人少少 但這個功夫點心又可以的 側邊有個 不知你總是覺得這個位置比較貼心 但又可以的 始終大大件 單邊的位置 成交了7,428萬 這個就是 租金是16萬起 現在應該大概是17萬左右 回報大概是2.8萬起 然後你再有這樣 感覺吧 如果有7400多萬 要一個5分位 如果旁邊翠華 今天視訪比較好一點 7000幾萬這麼大件事 新武港是這樣的過程 所以5分位不是便宜 不是貴 5分至10分 超便宜1分便宜 還可以的 做人呢 已經多次整棟大廈 這件事不錯 新武港有前景 新武港時 始終建立一大閘樓觀落成的時候 就沒有舖賣 沒有舖賣的話 那些消費全部都來這裡 要賣布呢 那些人有錢的話 想買一間布都是最近的 新武港就夠了 知道好東西來了 好了 各位賣家 各位賣家 記住 業主有舖放手的時候 或者我9036143 或者多個公司 要多買很多舖 各位賣家 各位賣家 五月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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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